Hello 大家好 回到3月8日的講問 有我旨呈麥大師在這裡 跟大家跟進一下疫情的問題 人們最害怕不是害怕自己中的 而是害怕自己的家裡的小朋友或其他家人 甚至是長期病患者 中了染疫後就死亡 現在這幾天都相繼有些病童 很小的幼童就病死了 8歲、4歲 甚至之前說3個月都有 那現在其實有沒有什麼情況 他都是專門欺負弱者 欺負弱者 所以沒有辦法 就像你那樣強者 我就算有都沒事 我現在還頂得住 靈魂就算不回來也在 但問題是肉體的問題 我想新冠病毒攻擊不了你的靈魂 他還要攻擊你的肉體 很可憐 有些人每個人中的反應都不一樣 我見身邊的朋友都中了 有些人說如果你不中 你身邊就沒有什麼朋友 為什麼呢 你身邊的朋友都中 你應該都中 如果你自己都沒有中 你身邊沒有什麼朋友 所以現在沒有朋友 因為大師現在自己閉關 我都不去界 我都不去界 除了回來做節目才可以 我有一位朋友 他有兩個司機都中了 所以我載他上班 你變成了老司機 反過來 真的現在 還有之前就說 列車 譬如車那些港鐵的司機 又多了 差不多一百人中了 影響交通運輸 那有些人說 會不會遲些 那些車都沒有呢 不開車什麼都沒有 我不會的 因為不會那麼多人一起 香港如果最壞的情況之下 每天有五萬個 然後整兩個星期都是 大概是五 都是七十萬而已 從長時間有七十萬人 是在生病的 都不太嚴重的 都能夠 少兩成的人口 我相信都能夠 列車都能夠運作 但是不正常運作 很害怕是有後遺症 其實最害怕是 嗯 講回說 其實 有什麼後遺症 會 好像說什麼老母 集中不了精神 全身都很累 但是我也是這樣的 我平時也是這樣的 平時也是很累 而且可能性器官受到損害 其實是真的嗎 有沒有真的有人說過 很大的問題呢 這麼說 我只能這麼說 無論是老母 就是說什麼集中不了精神 集中不了精神 之類的所有事情 連性器官受到損害 那些事情發生了 就算我沒有說這些事情 因為那些事情應該跟心肺功能有關係 性能力跟心肺功能有關係 當心肺功能衰弱的時候 其他的事情都會衰弱 哦 是啊 所以心肺功能 就是你要幫一些血的 所以心肺功能是受到 所以我已經是一個廢人 不會吧 大師 是生物學來的 今天我們在上了 Biology 然後我們除了列車之外 大家對關注就是吃東西的方面 吃東西都 我出街都只聽到一些人說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晚上才吃 現在連麥當勞 三十八間分店都停業 黃大仙有四間 而金鐘海庫 大家都記得應該最大間 你知道麥當勞是全香港最大的社企嗎 是啊 因為他請了那些阿婆 阿伯 還有那些叫做 CCR是要不要的 那些 那些 那些全部 晚上那些人又過來睡 是啊 所有的東西又賣得便宜 所以香港最大的社企就是麥當勞 我覺得這件事很慘 是很慘 但是我去那些什麼福利門 那些全部都關門了 現在都不開 就是喝茶那些 那些福利門都不開 是啊 很多都不開 很多很多很多都不開 唉 就 預期4月20號搞不搞得定呢 如果是大師的預測之中 會搞得定的 因為我相信 我相信那個確診會降到幾千個 因為太多人有了免疫 太多人有了免疫 你看美國都降到幾千個 美國現在開放都降到幾千個 我相信香港的確診會大幅降低 嗯 是 好啊 希望真的可以捱到一個月 大家頂著 好 接著之後又說一下 都是繼續疫情方面 那 那 本地就成立了一些的 就是一些義工團隊 究竟這個成效有多大呢 全港抗疫義工同盟 昨天下午就成立了 宣布由全港社區抗疫連線 聯同香港義工聯盟組成的 陳振斌就說 有多幾針 昨天大家都看到 一人打四針 一年打四針 哎呀 你打多少針 兩針 打哪一針 伏 伏啊 中伏 希望不要中伏 伏必中 伏必中 還有四個 哈哈 有新名嗎 全部都是四個 科興 哦 是啊 科興 我明白了 對不起 我想問一下 現在全部都是義工 有些都是義工 那當然是義工 你想怎樣啊 想收水嗎 三萬一那些 三萬多元那些 對 是啊 我真的所有都不知道怎樣 現在搞了這個 愛國愛港的義工力量 是啊 趁機咯 但是那時候 愛國愛港這件事就是 愛國愛港這件事 他以前用來投票的 現在他都要聚集那些力量 嗯 以前最重要的就是 都是做投票機器 就是選舉機器來的 以前的愛國愛港 想不到 就算是沒有了 選舉機器的時候 大家都這麼努力地去做 嗯 投票機器變成了 這個疫情的 是 以前的時候很多都是 組織這些就是為了投票 但是現在想不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都很努力地去做 不過 現在香港除了自己救 是沒有辦法的 嗯 接著之後又跟進一下 其實疫情都影響很多人的情緒 講起這個旺角海庫院 昨天就發生了一宗謀殺案 這個家庭悲劇 其實可能本身這些家庭悲劇 都發生著 但是似乎這件事 好像大家都覺得 可能是因為 可能屈得太久了 這些32歲的女精神病患者 他就用把傘刺刺他老爸 他老爸七十幾歲 然後就還擊 然後用手打死了自己的女兒 看見到他都說 長期都 不是打死 握死了 握殺了 握殺了她的女兒 是的 現在他們家裡不只有兩個人住 所以就有些其他人住 是的 但是我相信在疫情方面 或者整個社會 大家壓抑都很重要 即使這些事發生是一個統計數字 很多都會發生 但是在香港來說 我們很難不想到這些 跟整個疫情 或者整個這兩三年來 所有的東西 令人壓抑都很重要 經濟也是所有的東西 政治也 是的 毫無疑問 大家都受到很大的壓抑 我都說了 很大的壓抑 很想出去逛逛 真的很累 很長 在我家裡過的疫情 很長 你好像每天都出街 不是 已經少了很多 即是現在是 你以前每天都出十二個鐘頭街 現在每天都出十個鐘頭街 所以就叫出少了 這件事 少了 即是少了 即是出少了 你每天都 是的 那你都叫做什麼 你都叫不出街 我都不知道叫做什麼 我真的完全不出街 是 接近 我只是做節目 然後有時做司機 隨他就沒有了 那在街上買外賣都要吧 那買菜呢 都要買菜的 家裡有東西吃的 家裡有個人的 所以家裡就走了老 走了老 有沒有瘋狂去街市買東西 我家裡是有三個月存糧 最少三個月半年存糧 哦 我記得大師那時候 在我們的節目也有說過 有機會是出現這些糧食的恐慌 所以我長期都有幾個月存糧 所以這個食物在我來說不是一個問題 是的 但是我都會買 買些東西吃買些什麼 買些菜 但我不用 很明顯你看我的樣子 買菜和煮菜 你看我的樣子是做 做事的人來的嗎 嗯 這些東西跌到地上我都不收 是啊 你不理的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 哈哈哈哈 大師傑是快漂亮的 是啊 你這些東西我跌到地上都不收 所以你問我 你跟我說這些東西 我是非常利利的 那如果跌了一百元你收不收 哈哈哈哈 錢不是東西來的 是 錢不是東西來的 OK 沒有 錢是一樣很神聖的東西來的 那跌了錢當然是例外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又說一下 疫情方面除了影響家庭 因為其實 剛才你說有很多壓抑 我見昨天也有個30歲的 想去山裡又說自殺 然後又有個今早在公園吊頸 我都覺得很多這些死亡個案 希望大家多多保重 然後另外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商臺 39歲的DJ麻利 她是低調離台的 現在其實沒有宣布什麼的 但網站的那個詳細解釋 即那個主持那個欄 就變成了 就隨名 就由這個 隨名傑珠 去頂上的 無論哪個麻利 口水多國浪花 傑珠全部都沒聽過 都不聽 但今前今天毫無疑問 聽電台的人都很少 就是這個故事 我們講起的一件事 就是電台反中亂講 不如撿了她 但問題就是這樣 嗯 因為她咬她頭 咬她屁股臭 就是 即使你撿了 你還不發牌給她 今時今日 今時今日 你停了她 對她來說也沒有損失 咬她屁股臭 咬她屁股臭 咬她頭就咬她 咬她屁股臭 即使你都不知是怎樣搞她 明白嗎 所以 所以你呢 即使你今時 沒辦法能夠搞到 沒辦法搞到她 因為呢 她雖然是反中亂講 但你不發牌給她 對她 免得做 等於人失業 即使現在你都不去扶 即使以前就很賺錢 現在雙同海姐 只有一個節目叫光明 光明第一 變成阿桃傑和劉莫紅 是 好像劉莫紅 變成光明第一的主持 是啊 她有發出一些資訊 即是她之前錄 我也有收到她的資訊 是啊 是啊 她真是 好搞笑 其實這個DJ又說回 其實什麼背景呢 麻利之前就說自己確產 其實我初初都沒有理過這個人 但不知道為什麼她自己就說自己中了 然後很強調自己是沒有打疫苗 亦都是不去做那些檢測的事情 那些人就說她是正宗YC 不要緊 但問題是她沒有死就行了 是的 沒事 沒事 即是她再一次以身體證明了是不打疫苗都沒事 不過幸好她不是暈了Delta 其實香港還有少量Delta 嗯 大家就小心點 接著之後呢 講一下其他新聞 有37%的本地女性就說 在本地其實都會受過一些性暴力 只有五成是求助的 有些機構建議政府應該要提供一些支援基金 給這些受害的婦女 是的 關於這些性暴力和親密關係暴力的指引我 還行不行搞這麼多事情 不知道我算不算 親密關係和暴力的 有包括什麼 嗯 嗯 有37% 有什麼 你講的 你講不到要點 OK 她聲部你包括什麼 包括就是 比如說話有性意味 其實經常都聽到的 然後令你不安或者難堪 然後非插入式的性侵犯 或者是 帶有性意味的看著你 嗯 插入式的性侵犯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插入式的性侵犯 就是強姦姐 就是17.97% 但是帶有性意味的看著你都算了 哈哈哈哈 那你現在這樣的數目就少了 應該是九十幾% 帶有性意味的合作 還有問題就是 你什麼在街上有一條話路 那些東西我想所有女兒都會住到過 這個所以都不知道什麼 什麼東西研究 是啊 就是叫什麼過來做一下 就是用來收錢啊 搞一下這些東西 收錢弄一下這些東西 就是 喂 在街上被馬路看著 帶有性意味的看著 我想每條女兒都試過 除非很醜樣的 哈哈哈哈 明白 她的三十幾% 因為剩下六十幾%是豬扒 所以就是什麼 對不對 現在不可能 問了那個人 哎 那個 那個六十幾歲 那些人很喜歡 就是不懂那個人說她是雞 那些人很喜歡 那些人說什麼 5%的受訪者 在網上論壇 社交平台都面對過性暴力 那幾個 5% 在社交網上論壇 網上論壇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教 這個新聞 這個什麼公司 有什麼團體 有團體 沒有說什麼團體 真的 有平基會 平等 平等 平基會 婦女聯席九龍 崇德西 李南大學社會學 這真是垃圾 真的不好說 李南大學社會學 這真是垃圾 真是垃圾 你每個月都遇到幾次 是嗎 是呀 經常有的 被人眼睛瞇瞇瞇也算 是 性暴力 都算性暴力 OK 然後另外 現在都很智能化 周圍抄牌都智能化 有個警方機械人 現在都會監視一些 泊車的黑點 九月才在港島實施 去年庫房 那些人說 原來有很多收益 十億 是來自警方抄牌的 那些人經常都說 庫房現在沒有空缺 有人說 會虧本 他跟我計算 那麼久沒有加價虧本 其實不要想什麼 因為很多 這張牌 差一張牌 是很多的 人力馬力 沒錯 但是他可以這樣做 就不是什麼 我們不可以教他 是不是虧本問題 那毫無二十年 都十幾年可以加價 嗯 三百多 三百二 之前不是說四百多嗎 四百五 三百二是另一件事 三百二是差牌 四百五是犯了法 捉到正 那些是四百五 嗯 那現在在說什麼系統 就是每個系統 就有個高清攝錄鏡頭 放在灣仔和西安海兩個路面 安裝這個 抄牌的機械人 那靈知那個機械人在那 那些人就不在那裡停 那機械人是怎樣的 我不明白 即是鏡頭 即是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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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機械人不能動 只不過是鏡頭 即是盯緊你 即是鏡頭 即是鏡頭 那機械人 至少不會動來動去 如果機械人會動來動去 如果機械人會動來動去 智能交通機械人執法的話 我怕它會被人打爛 即是 機械人在那裡 嚇你 嚇你 不過現在其實已經好 現在那些 現在的抄牌 很多時候都拍了照片 拍了才抄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 所以很難走 是的 越來越難走 但是抄牌來說 是320算便宜 其實應該加 但是的士路 很多勤勤 很難搞 是的 還有香港太多 太少開停車的地方 那你很容易揹 很容易會中伏 好 跟著我們最後 跟進回 之前47名發起 或者參與35家初選的 攬炒派 正棍中 原本有15人 我不准 慘就是 你一說正棍這兩個字 即是 所以你看了 你呢 就在看文匯報 阿常公子就在看香港健台 真的完全好 沒有sorry 大家看的報紙是不同的 有報紙裡面這麼寫的 是的 報紙就是 你很喜歡新聞報道 會說它正棍 即是會比較中立一點 正棍我第一看 正棍會文匯報 是的 那攬炒派 47名發起這個35家的人 他就在保釋期間 重施故技 又發表一些 危可國家安全的言論和行為 繼被告周嘉誠 早前涉嫌違反這個保釋條件 之後 又再次被這個法庭下令還押 之前還包括這個前醫護的員工陣線 主席余偉明 都涉及這個保釋條件 又再拉回去 今天下午 就在西九龍再提堂 是的 他47名被告之一 這是初選案 嗯 那他 即是 你會看得出 2019年做這些事情 2022 3年 都很多都沒有落 嗯 現在都還有很多在判抓 有些還在抓 剛剛才抓 嗯 我猜這件事沒有五六年搞不行 是 沒有五六年搞不行 所以就很嚴重 唉 他還在Facebook上繼續說 是啊 不知道 你抗爭就沒有極限 如果你覺得我在這方面 你越是不給我的時候 我越來抗爭 我想這個世界 那些人都不會阻止到他 去做這個行為 是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講文講了這麼多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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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